你说圣寒军就是林杭景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莫先生 你就不用自欺欺人了 如果他不是林杭景 萧北辰怎么会不顾一家人的性命 替他掩盖呢 杭景 是共党 你想 沈彦卿的妻子 就算他不是共党 也一定和共党脱不了干系 那你们想怎么样 左藤先生的意思呢 是希望啊 你能出面 证明林杭景的身份 他本来就对你深信不疑 再者 你现在有青年会的身份 必是天衣无缝 只要 你揭露了林杭景的身份 萧北辰 必败无疑 休想 我绝对不可能伤害你 莫先生 据我所知 你母亲的身体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你也不想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吧 所以想好之后再回答 我呢 确保令堂身体无恙 而您呢 要为我们安心工作 有来有往 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 破坏规则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也不认为 左腾会长 您不用这么严肃吗 您看沐先生 不也带着好消息来了吗 您这样讲话 会把他给吓着的 好 沈燕青 后鸟就是沈燕青 我亲眼看到他和丁若勇街头 如果沈燕青是共党的话 那圣寒军 好啊 是这样 怪不得肖北辰迟迟抓不到共党 原来不是他抓不到 是他根本不想抓 你怎么向着中央政府说话呢 大哥什么意思 我看 你现在 是不是打算好了 向中央政府倒戈 而且你也做好了 对我取而代之的决定 是 我 还有 这 和他 你一要 你这 我 找到 我们 就 你这是 北山你现在放肆了 大哥 这么多年我对您忠心耿耿 从来没有过二心 因为我觉得 您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起码 黑白是非是分明的 不过现在 您太让我失望了 请大哥给句话 这上面写的真的属实吗 我真没想到 你竟然敢在暗中调查我 我也没想到 我一直辅佐的兄长 我的生死大哥 竟然跟日本贼寇勾结 那你呢 你勾结的是中央政府 狼子野心 你是不是想让整个直北都姓销 是不是这样 你现在要去